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沈春華Live Show 這位帥氣的大男孩呢 我想他應該是以陽光般的 燦爛的笑容 擄獲了所有歌迷的心 而且今天呢 他更是破天荒的 帶了他的爸爸一起來 這對父子黨魅力更是無法黨 我們來歡迎潘瑋伯跟潘爸爸 大家好 大家好 新的專輯 叫808 一開始對不對 新年有這個新年禮物 謝謝你 808 808 808 OK 好 潘爸爸非常歡迎你來 謝謝 您好像還沒有參加過 這個電視的談話節目 這第一次 太好了 你看看就獻給沈春華Live Show了 不錯喔 今天我們在新年的時候 可以歡迎到這對副子黨 導播給我們這對副子黨 來一個這個特寫看一看 爸爸帥 兒子更帥你看看 一直很想上各位節目 真的 真的一直想 我每天在家裡看 就是什麼時候我才能上 然後就想說 我到底上來要講什麼話 如果有機會上來 OK OK 好 所以今天我要一次全部給 一次全部給他公開 不是開玩笑 我為什麼你打什麼嗎 我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 你看好嗎 緊張了嗎 不過今天真的很高興 這個潘爸爸呢 他現在是在大學裡面教書 是個教授 對不對 所以您的專業跟韋伯就完全不一樣了 聽說當時這個韋伯想要走這個演藝圈 要當歌手的時候 您還是反對的 剛開始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最主要說我自己有個私心 私心 那為什麼私心呢 最主要說我自己是在學術界的 所以我總希望說這個小孩韋伯也能夠將來走往學術界 結果呢 結果呢 到最後 因為他滿堅實 他說前途是他的 前途是他的 錢是你的 前途是他 但是他將來賺錢的時候還不錯 都給了我了 真的 我還真講對了 所以那個時候經過幾次的我們聊天 談事情 對 結果不錯 結果紅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老爸有滿意就對了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微博不錯 你看看 而且我記得在第一次 我去看他表演的時候 他表演完以後我給他講了一句話 是 我以他為傲 掌聲鼓勵 猜誰嗎 剛剛開始五分鐘 你快不行了 Wilber 我跟你講 你要讓一個老爸 這個當著兒子的面 公開的說我以兒子為榮 其實不是太容易的 顯然他是對你的 這幾年的表現 已經非常肯定了 對 他 其實那一句話 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 因為我記得 我有一次在演戲的時候拍戲 剛好碰到一個情節 因為我們要設計劇本的時候 叫不良笑話跟陳寗演的時候 我在裡面是演一個 也是跟爸爸一樣 家裡就是爸爸是醫生 我是要當造型師 所以他就設計一段說 柴姐就問我說 你有什麼點是讓你哭 我說家人 我說任何事情 女朋友把我拋棄了 他劈腿 我都沒差 我怕的就是家人 我最在乎是家人 所以他還在設計一段 我媽媽在裡面的媽媽 距離媽媽跟我說 他以我為榮 啪 就是我會直接他 那當時你就哭了 你有想到他 你就想到說 是你真正的爸爸媽媽 跟你講這句的話 你會有多麼感動 這四個字受不了 那你現在沒哭 那他講了 剛剛差一點 因為他五分鐘 我怕就是 電幕到在後面 從頭到尾 聽聲音 我跟你說 對… 對 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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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不過今天看到這對副主 真的兩個都很帥氣 所以非常的開心 那因為最近這個尾伯 剛才一見面 就給我來個見面禮 因為最近他每一次 在出新歌的時候 造型上或者音樂上 當然都要突破 這一次我覺得那個造型 真的是很炫很棒 就是一夜之間老的感覺 白髮 沒有啦 那個其實不叫白 那個髮有點像銀色的那種感覺 很前衛 因為這次808 其實是在講未來 未來跟復古的一個 一個結合 OK 所以這個有一首歌 很特別叫什麼 全面通緝 是通緝誰 是你被通緝了 還是你要通緝別人 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在這首歌裡面 還有一個叫什麼手刀舞對不對 是… 不論說 新年一開始給大家跳一段 跟爸爸一起 好不好 我們兩個在旁邊 等一下 你們站在旁邊 其他地方有一些 對 我們站在旁邊 你們站在旁邊 No No Killa Killa No No Killa Killa 你們兩個就當下 OK 好 這種歌 Killa Kill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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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好厲害喔 G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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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 laps C我不行 EU T 好 爸爸加油 Yeah 很棒耶 你老爹很高 很厲害 原來你會功夫啊 Great 太棒了 我這個已經沉下去了 來...請坐... 不錯 韋伯今天這個爸爸很捧場 對不對 他剛才雖然說他不跳 可是跳起來我就畫面很好 副子檔 這是爸爸為你跳的 這次韋伯在新的專輯當中 每一次都要做新的突破 所以韋伯你看看 你永遠都是這麼帥氣這麼可愛 陽光般的大男孩 但是回首一看 這一路走來幾年了 差不多十年了 你一開始好像是參加什麼歌唱比賽 是 當時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高中畢業那時候還在台灣嗎 對 其實你是在美國出生的 對 你在美國出生 對 連七歲再回來台灣 對... 然後在台灣就開始唸書 一直到高中 我唸了... 我有唸國民小學 有唸國民小學 然後後來唸一個天主教學校 然後後來轉到美國學校 對... 所以後來... 要去美國的時候 唸大學之前 對... 我就跟我爸說 我想去實習 後來就剛好到一個電台去實習了 中廣嗎 對... 然後去當公關部的小弟 然後後來因為實習還要被分派到業務部去 業務部剛好在辦一個歌唱比賽 對... 結果我就每天你知道我就是進... 他們都知道我什麼時候上下班 進來唱歌的人就是我 出門唱歌的人也是我 你唱歌的進來唱歌的出去 就是你也很愛唱就對了 每天很開心這樣子 每天很開心 然後業務部的經理就說 是不是很喜歡唱歌 對... 我說對啊 他說我們剛好每年都有辦一個 叫做流行之星的比賽 他說你要不要參加 對 我就好啊 我要參加 可是那時候其實出賽已經開始了 大家是寄DEMO跟照片來 而且我其實殘害了不少朋友們的歌唱生涯 為什麼說呢 因為我當時是公讀實習生 對 這個歌唱比賽初選是我們在選 所以有一點私心自用就對了 沒有…私心 你是說你淘汰了那些 公平公正公開 是…這解釋有點晚了 看照片 看照片聽DEMO 都是我們在 不是只有我 還有其他人 我只是共犯之一 不過Anyway 他在前面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當然表現得也不錯 可是你說真的得到 這個最好的名次也沒有 然後有一次在決賽的時候 你還非常大膽的選了一個什麼 饒舌的歌 選了一個饒舌歌 沒錯… 饒舌歌 因為你知道有些在你過人生 有些畫面會永遠停留在你的腦海裡 祕密就是你永遠會停留 我就選了徐懷鈺跟一個 韓國男歌手的一個合唱 男歌手唱Rap 女歌手就是唱聽歌這樣子 然後大家唱張學友 我和你一邊 就在那邊尾音轉來轉去這樣子 對 很好表現 對 那我就出來 很帥喔 對 然後就是 然後我記得我開口唱饒舌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評審 我不太記得他叫他怎麼樣 我記得他姓蔡姓 姓蔡 蔡姓評審 對 然後他就這樣 他聽著耳心 然後是人家都是前面的歌手 參賽者他們都是這樣聽對不對 他是這樣 因為實在不知道你在唱啥嘛 然後後來因為是女生的Key 所以我從男生的Key之後 我要直接轉女生的Key 然後Rap要突然變成唱的 會要一個轉換點 那時候也不太成熟 所以一唱 就唱窗歪了 轉不過去 對 然後我不誇張 那個評審 那個永遠停留在我腦海裡 他這樣 然後呢 我就 哇 我想完蛋了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那一次我也還沒有 決定我一定要走演藝圈 因為我還滿在乎我老爸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念書 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